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刚刚准备来摘点菜的 突然天下起了毛毛细雨 正好呢就给我的这些萝卜 撒点炒木灰 看这个萝卜已经长这么大了 应该是要长快进了 这个萝卜的根已经开始在变粗了 比前些天看着粗了一些 所以说它应该是要长快进了 这个长的红萝卜都长了一点点了 还没有开始长萝卜的 它的根是这样子 这种是细的 我这次的萝卜播种以后 很多时候都是下雨 这个土一直就没有干过 所以说这些萝卜苗 基本上都是土长的 脚很高 那我是在这个根部给它培了土的 看看这样子能不能够长出萝卜来 我还没怎么种过萝卜 这次算是第二次吧 去年的时候种了几颗 但是种的太晚了 最后没有接萝卜 全部都是高脚苗 我就没有拔掉 稍微给它培一培土 看看最后能不能够长好 趁着刚刚有点下毛毛雨 这个叶片上有一点点水 就来给它撒点草木灰 萝卜在长快劲的时候 应该是需要的假肥比较多 草木灰就是很好的假肥 所以这个时候 它在开始长快劲呢 给它撒点草木灰 就相当于是给它追肥 叶片上撒点草木灰也可以防虫 看这萝卜叶子 之前被卷叶虫吃的有点厉害 两三天没有怎么注意 就被虫子啃的这么惨 就是被这种绿色的小虫子被咬的 掉下去了 这还有一条 这种虫子比较好看 我就直接捉掉了 就是这样绿色的小虫 反正能力好像特别强 我才几天没有注意 大概三四天 没怎么看萝卜叶子 然后再仔细看的时候 就发现 有很多的这种小虫子 把萝卜叶子全部都给咬坏了 这是被它们咬过的叶子 大多都是这样 全是窟窿 它是专门啃那边 叶片留下一层薄薄的皮 最后慢慢这个薄薄的皮穿孔之后 就变成这样了 叶片上有水 撒了之后它就会沾到叶片上 把根部也给它撒一点 让它根部也能够吸收到肥料 撒得太厚的 稍微给它扒拉一下 这样子就不至于烧描了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我是补动了两三次 才长了这么点起来 这边又给它撒点 因为最近老是下雨 老是下雨 这个苗全部都涂长 长得很高很长 这样子撒上之后就不用管它了 因为我这儿的话 最近两天又有雨 我就不用给它浇水 也不用给它喷水 现在看这叶片很脏 等下过雨之后就干净了 胡萝卜我也是补种了 撒的第一批长起来的很少 这种比较大颗的就是第一批撒的 这些刚刚长起来的是后面补种的 有些还是没长起来 看有些地方是凸的 还是没长起来 稀稀拉拉的 有的地方又很稠密 好了 这次的分享就是这样咯 在萝卜开始长快劲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撒一些草木灰 追加甲肥 这样子的话它的根茎就会长得更好 但是我这个萝卜苗全部都是土长苗 能不能够长成大萝卜 我心里现在也没点 到时候再看吧 好了我是封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